步入越華路的巷仔小東營,有一棟不起眼的民房默默為世人揭開了1911年廣州329起義的歷史一頁。 這裏正是329起義指揮部舊子,廣東省文物保護單位。 1911年農曆3月29日,同盟會再次在廣州發動武裝起義。 王兄帶領著革命戰友在這裏建立指揮部,打向了廣州329起義的第一槍。 現在這裏開闢為紀念館,通過展現當年廣州黃花江起義的歷史資料,向慕名前來的參觀者講述當年極其悲壯的戰役。 位於廣州市越華路小東營5號的329廣州起義指揮部舊子, 佔地444.24平方米,為坐北向南的青磚大屋。 遠系清朝官員的住宅朝以底,四盡三開間,單層,兩面波頂數瓦,大門系唐隆門。 遠來匯進之間,均以天井花園相隔,屬晚清嶺南典型的民居建築形式。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,原同盟會會員李章達買入大屋。 一九五三年,李章達逝世。一九五五年,李章達夫人尹映雪,國仔李重江, 遵照李章達的生前為怨,將房屋捐給國家。 時任廣州市市長朱光,親自關心批示此事。 於一九五七年三月八號,簽發了廣東省廣州市人民委員會獎狀,獎至第一號獎狀,予以特別表彰。 一九五八年,匹為紀念館,是廣東省政府於一九六二年首批公佈,一九七八年七月,重新核定公佈的廣東省給民物保護單位之一。 算統三年三月,是腐敗的清皇朝搖搖欲罪的時刻,革命的號角正吹散著黎明前的黑暗。 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革命軍統籌部,向香港召開重要會議。 考慮到,經過數月來的籌備,已組成擁有八百人的感死隊, 在廣州設立秘密據點三十八處,省城內外及各省革命力量,也已大致聯絡就緒, 認為起義時機已成熟,決定於農曆三月十五日,在廣州起市。 他們計劃分十路進攻,由趙勝、黃興為革命軍的政府總司令。 黃興亦從香港秘密進入廣州,選擇了小東營五號作為起義指揮部, 因為兩廣總督署距離小東營近五百米左右。 而這次主攻目標就是兩廣總督署,從位置上有近攻速取之力。 之大清庭,自月初廣州將軍夫妻被同盟會會員溫生財取殺後, 全城皆被森嚴,多數感死隊的隊員及軍系未能按計劃從香港進入廣州。 於是將起義時間改為三月二十八日。 正要舉時時,又因為某據點手雷不慎爆炸而驚動清廷。 於是兩廣總督張明琦更加緊全城戒嚴,收繳新軍的槍械,氣氛相當緊張。 王興等人馬上進行緊急會議,堅持起義原定方針,改定作戰計劃,定於第二日馬上舉時。 宣統三年三月二十九日,下午,王興親自率領一百三十多名敢死隊隊員。 他們被前白布作為標誌,用海裸吹響進軍號。 從小東營出發,迅速關閉兩港總督衙門門口的衛兵,一舉攻入總督署。 因為張明琦已預先逃離,未能守獲,他們就放火燒毀衙門,和清軍展開激烈巷戰。 眾因寡不敵眾而陷於起義失敗。 王興、朱執信等負傷之後化妝脫險,很多同盟會會員戰鬥之最後一息,而壯而犧牲。 廣州三二九起義是繼更述新軍起義的又一次重要革命武裝起義,其作用之大影響之深是前所未有的。 他就好像一聲春雷震驚了中華大地。 他預告著以武昌起義為起點的全國大起義的風暴即將到來。 現在的三二九起義舊子,已經成為向公眾開放的紀念館,向世人述說著那段波瀾壯闊的革命血史。 等位於 proces表面。 可忽之最重要。 可忽之間,我們用武昌治安法的,